一星期一本书 昨天我回家听邻居们说 三单元的王姐跟她老公刘哥又提出了离婚 而且这一次她的趣意已决 居然不要车子房子只要孩子 其实他们这场离婚拉锯战已经持续了五年之久 而偏偏落到了今天才真正分道扬镳 不是因为王姐拖不起了 而是她终于有了说走就走的脾气和本事 想当初王姐跟刘哥的关系非常僵硬 两个人经常吵架 但是无论是谁的错 每次刘哥都指高气昂地辩驳道 你自己不挣钱靠我养着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每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王姐的心如挣扎 这些年她虽然没有上班 可是为了这个家 她做牛做马任劳任冤 呕心沥血 但这一切都没有太大的舒服力 毕竟她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 所以不仅处处受老公的屈辱 甚至平日里也得不到一丝的尊重 其实每一次她被逼上绝路 甚至无数次摔门而出 崩溃大哭 心灰意冷 最后还是选择了原谅 甚至用讨好的方式再次回到刘哥身边 她不是没有骨气 也不是没有自尊 而是当一个人失去了养活自己的能力时 再多的怨念 纠结和痛苦 都成了不起眼的渣渣 他们无法跟填饱的肚子 开销的票子 不漏雨的污渍 分庭抗力 后来王姐痛定思痛 她开始疯狂地到外面找工作 这几年她卖过保险 做过销售 洗过盆子 终于攒够了离开的底气 记得在我的前半生里 唐经曾经说过 当你吃的 喝的和用的 都是男人给的时候 就没有了自己的话语权 女性独立工作 不管挣的钱多还是少 赚回来的都是一分尊严 至少可以挺着腰板说 离开了你 我一样可以养活自己 过得很好 而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 初走并不意味着女性 真的走上了解放的康庄大道 如果她们没有经济独立 被奴役 被压迫 同样存在 一个女人最初级的安全感 首先应该是有独立的经济能力 当你有了这样的资本后 就有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和选择生活的实力 昨晚快睡觉时 我又突然接到朋友方子的电话 她说最近这一周都食欲不振 寝食难安 郁郁寡欢 我问她是不是遇到了 什么烦心的事呢 她说也没有什么大事 就是这几天她老公在外出差 她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一来呢 是因为没有人陪在身边 她觉得很孤单 仿佛失去了她 就没有了主心骨 二来她害怕老公会出去 沾花惹草 所以呢 整天胡子乱想 越想越慌 我听了之后对她说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中心和圈子 不能什么都围绕着老公转 她不在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闲暇时间看看书 跑跑步 连连瑜伽 又或者一个人安静独处 也是很好的事啊 毕竟结婚是各自安好 也能抱团取暖 而不是完全将自己 嫁接到他人的身上 其次 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感情 但却不应该把自己的身心 完全绑在爱人身上 夫妻之间除了要相互信任以外 还应该给自己留有独处的余地 和离开的能力 毕竟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 我们不能时刻控制对方的言行举止 可是我们可以管理好自己的心态和状态 女人应该有自己的朋友圈 有自己的追求和爱好 更要有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 这样的你 即便遭遇背叛 也无所畏惧 我不知道这番话 方子听进去没有 可是如果她再这样执迷不悟 将自己完全依附于老公 那么她永远也不会找到 真正的安全感 在感情当中 女人最好不要轻易去依赖一个人 因为她会成为你的习惯 当分别来临 你失去的不是某个人 而是你精神的支柱 记得毕书敏曾经说 真正的安全感 只可能来自于一个地方 那就是我们的内心 内心强大才有安全感 而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 外人无法给予 如果想要获得安全感 女性光拥有经济上的独立 是不够的 还应该同时做到 在思想上不依附任何人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古代有个王后 她有个很奇怪的习惯 那就是每天下午四点 她都要离开一段时间 她不要人跟踪 也不要国王质问 她结婚十几年了 可是无论国王是宠爱她 还是冷落她 她都活得泰然自若 有一天下午 王后又要离开的时候 国王悄悄地跟在她后面 才发现原来王后 来到了一片森林里 她一个人尽情地在那里 非常陶醉 喜悦 自在地唱着歌 跳着舞 后来国王终于明白了 原来王后 一直很快乐的奥秘 就是她拥有 独属于自己的精神殿堂 一个女人 最深层次的安全感 就是精神上的独立 有它 你可以过得锦上添花 无它 你也可以活得 意义神回 我曾经有个同事 张姐 她内心第一次感到 极大的不安全 就是她查出乳腺癌的时候 在她没有生病以前 她拼命地工作 长期加班熬夜 不睡觉 她不辞劳累地付出 成为家里的免费保姆 管家婆 顶两柱 她曾以为如此优秀的自己 一定能够过得足够幸福 可是自从她得病以后 因为不能过度劳累 所以辞去了工作 不仅没有了收入 还需要人照顾和服饰 刚开始她老公 她老公对她还算关心体贴 但在一次又一次地陪她化疗 日复一日地给她排队挂号 看医生 甚至一道又一道地 替她付高额医药费的时候 她的老公 她的老公显示出了明显的暴躁 埋怨和不耐烦 张姐曾说 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可是如今真的有一种 使不上劲的感觉 我多么希望不求任何人 不看任何人的脸色 能够自己倒水 煎药 洗衣做饭 看病就医 可是一个人呢 即使再强大 在病痛面前 也不得不服输啊 记得医书曾经说过 我的归宿就是健康和才干 一个人终究可以信赖的 不过是他自己 无论你挣得多少钱 多么强大独立 拥有再爱你的人 一旦你失去了健康 就几乎被打回了原形 因为没有挣钱能力的你 不能自理的你 甚至成为了 严重脱油瓶的你 几乎很难从自己身上 找安全感 而且也不要在 天灾人祸面前 去轻易考验人性 因为即便是你的枕边人 也很难长期经得起 因你的身体状况 给他带来的巨大的身体 心理以及物质上的压力 其实一个女人最基本的安全感 就是来自于看起来微不足道 但却是无比重要的身体健康 因为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没有了它 你的安全感就失去了成长的土壤和养料 而且女人如果没有了健康 那么你就近乎失去了一切 那种感觉就如住在了空中楼阁一般 你不仅要忍受病痛的折磨 还随时都提心吊胆 害怕没人爱 害怕被人抛弃 如今很多女性 无论她们是单身 已婚 或者是离异 无论她们是失业 全职 还是创业 无论她们有没有仁爱 都严重缺乏安全感 记得洛丽塔里曾经说 人 有三样东西 是不该挥霍的 那就是 健康 金钱 和爱 你想挥霍 却得不偿识 当一个女人 财务能够自立 情感能够独立 身体又很健康的时候 就能拥有了 终极 安全感 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读完这篇文章之后 我就要到我的粉丝群 去发红包了 你要不要到我的粉丝群里来呢 好了 如果喜欢微微的声音 微信搜索 微微ifm 微是微声速的微 就可以找到我了 感谢关注 一星期一本书 记得为今天的文章转发 点赞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从前对着手迎接 学唱旧的歌 我问妈妈为什么 伤心像快乐 妈妈笑着 说她也不懂得 我想出去走一走 哦妈妈点点头 天冷 天冷你就回来 别在风中徘徊 哦妈妈 眼里又明白 还有一丝无奈 天冷 我想回家 童年已经不在 昨天的雨 昨天的雨 扎下来 那滋味 叫做爱 哦 别在风中徘徊 哦 天冷就回来 天冷就回来 渐渐背着手迎接 学唱新的歌 我问朋友 为什么 做梦也快乐 朋友 笑说 他从不相信梦 我想出去走一走 哦 朋友 点点头 天冷 你就回来 别在风中徘徊 朋友 朋友的眼里 又明白 还有一分期待 天冷 我想回家 年少已经不在 今天的雨 点 操下来 那滋味 就是爱 现在对着手迎接 听自己唱的歌 我的他问 为什么 幸福不快乐 我 我微笑着 说我也不懂得 他想出去 走一走 我对他 点点头 天冷 你就回来 别在风中徘徊 我猜 我眼里 又明白 还有你 素奈 天冷 它没回家 我仍然在等待 明天的雨 点 洒下来 那滋味 就是爱 哦 也在风中徘徊 天冷 天冷 就回来 就回来 Zither Harp